Hello 歡迎收聽Bilibara Finance 101 今天是第一天來講Finance 之前幾年前就開始來分享 但是因為當時沒有這個軟件 結果胎死腹中 講了幾次後實在太煩了 於是就放棄了 現在就開始了 以後都希望用回一些 這類的封面來做 就用來Distinguish Me2You的Bilibara Bible 我自己本身都是從事金融行業 做分析、財務報表 我的專長和專業都是做過一些事情 所以也都真是 希望以後Bilibara博 都會是三線發展 文字方面主要是一些 書評或者生活上點滴的分享 之後就Bilibara Bible 就是講一些零收 或者是跟聖經研究有關 第三類就是這個Finance 我本身都有 分析一些 股票動向 或者將我自己的 投資的一些 Transaction來分享 但是我又覺得 譬如分享這個Transaction 未必可以幫到大部分人 如何去理財 或者是對一個 投資理財的方式 知識各方面 都會有進步 但是我自己覺得 幫你去贏少少錢 或者甚至乎可能是虧錢 有時候我自己都會失去判斷 但是教授了你如何去理財 那個利財 是大過很多 所以就開始這件事 第一次分享 我不知道可以講到多久 我就 視乎我有多少資料 理論上應該可以講很多 但是 你知道 講出來 和你自己懂的東西 又有些不同 有些人學懂很多東西 但是未必懂得說的 所以說了多少 就看看 我自己可以研究到多少 以及 曾給我多少智慧 那 有網友 之前就來給我一個留言 就叫我 能夠介紹一些投資的書給他看 所以我就想一下 不如就用這個投資的書來做 我們的 開始 來分享 究竟有什麼 投資的書籍 可以 是一個入門 或者是一些進心的呢 我嘗試分開幾樣 首先是講入門 BoneySense 我想是一個加拿大的 投資的雜誌 我覺得 他的分享 各方面的介紹 都是好的 他這兩年來開始 有一些專題的分享 就是講到你怎麼來投資 你怎麼來投資 你怎麼來 準備你的退休 又或者怎麼來買房子 我覺得他那些 東西都是很深入淺出 對一個普通的投資者 完全什麼都不懂 那麼來到入門 我覺得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如果你說有什麼書好看 我建議你買一兩本他的書 他本身是一個 每個月 好像每兩個月出一次的一個期刊 每一個月 他就會介紹一些 例如投資的心得 早前最好的基金是什麼 每年有什麼股票 他覺得是 增長股 又或者是價值股 他都會有提示 然後他會告訴你 為什麼他覺得這些股 值得推介 同時間我挺喜歡他有個 個案調查 就是有些 即有些可能是 貿易完全不懂得理財 搞到一盒足 的一些人 又有些其實他有些小投資者 或者是 一些他買樓置業 慢慢儲錢 又有些專業人士 這樣 挺成功的 他就嘗試去研究他的個案 然後就來給一些 提示 我覺得都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 鼓勵你去訂購這本書 同時間也是購買他的專業來看 他自己也有個網站 所以就算你不是加拿大人 你訂閱他 也是OK的 而且我覺得他挺平衡的 他不會像 Economist 他很學術的研究 純粹是一些經濟的分享 那些其實 對於一個經濟學家 或者我們 做分析的 那些就有幫助了 但對於你 同時的那些人 完全是 沒有什麼關係 但同一時間 他不是好像經濟日報 那些 只是純粹在說 新股推介 又不知道 100萬元的倉 怎樣賺錢 那些我覺得 你一來又不是跟著他 二來你買的時間又不同 三來他經常轉來轉去 很多時候 他 介紹那些股票的時候 他說的那個 又不是很細緻 所以我又不覺得那些很有幫助 那這本正在中間 那我就覺得 他挺好的 另外 其實他 Money Sense 他自己投資的 理念 其實就是教人 投資那些 指數基金 他就不是叫你投資基金 他經常說 有個叫什麼 Potato Theory 就是投資 指數基金 就是 你怎樣購買 Barclay的iShare 這樣 現在好像是backlock 但是backlock 又是underbarclay 所以都是barclay Anyway 他就說 你將它世界性 例如你20%買 S&P的 Barclay iShares 然後 你20%買加拿大的 20%買 政府債券 20%買 這個 這個 corporate的債券 然後20% 就不知道 你全世界都買了 你其實都會 負責 Management fee 又低 我覺得這些 都挺好的 然後我們就引伸到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 他可以 有個 指數基金的 推介 又或者為什麼現在的新興 其實都不是新興 過去 10年或者20年 就開始來講 指數基金其實是跑贏大事 這個就源於 如果你看最近 諾比爾 經濟學得獎的那個人 但其實我自己是 Inspired by另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做 Stocks For the Long Run Jeromy Singel 寫的 這本書我覺得是 一本 蠻好的一本書來讀 他主要來分析 在長線裏面 究竟有什麼股票 是賺錢 什麼是虧錢 他那個study 就是study 過去200年 不是過去20年 是過去200年 那個股市走勢 然後得出個結論 發覺 原來 很多時候你的基金 或者某一個個別的股票 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風險 但最後 其實on average 很多時候 index 是跑贏了所有東西 於是他就去說 第一樣東西就是投資的最好的工具 是什麼呢 就是股票 不是買樓 買樓其實是過去20年30年左右 是升值得勁的 之前200年 都是跑人invation 但是 不夠stocking 那另外呢 就是 譬如買債券 又怎樣賺 或者買黃金 其實緊緊來 去對銷 充漲 實際上 你200年前 一元 你如果買金的話 200年之後 都是得一元 但如果你買 stock 變了 幾十萬 一百萬 我忘記了這個數 總之 這本書 是說到 其實 投資股票 是有短線的波動 但是為什麼長線來講 其實是令到你安走無憂 最差的多錢 而在那個投資股票裏面 最穩陣的 就是這個買這個 指數 然後他也做了一個study 現在CFA 都變成一個教科的其中一部分 他就比較起指數基金 和這個 Mutual Fund的分別 法國是沒有分別的 唯一的分別就是 這個基金 普通護衛基金 他的手續費收費 就是貴 比 指數基金 以至於最後 就只要基金 是賺得多 這個護衛基金 這個是他第一本書 之後 他現在好像2013年 再出了一個新的第五個addition 他可能更新多了少少study 然後他第二本書 其實這個是2005年寫成的 這樣就叫做 The Future for Investors 這本書 好是好在 他 有少少 你可能覺得 所以我們要否定回前 The Stock for Loan One 那個書 那本書 他說 有些股票 over the Loan One 能夠真真正正正跑人大巿 於是他就研究 不同的投資股票策略 例如你見到封面那裏有說Warnborough的股票投資策略 另外他又說到有些人只是買一些高息股的策略 還有有些理論說高息其實是有利益的 因為投資其實是預計未來的派息走光 然後有些人就說息其實是不利益的 因為你派息和不派息其實那條數是一樣的 他就去研究有些什麼股票 另外其中一種很inspire我的說法就是 他說Philmorio就是萬寶路的股票 是這麼多隻股票裡面賺得最多錢的 在過去50年那個回報是每年有19%的 如果你不知道19%有多少 巴菲特他現在很成功的一個投資者 他過去40幾年那個投資回報都是20% 但是你不需要認識巴菲特這個人 你只要買這個萬寶路的股票 其實你已經有19% 即是說你過去不知道你投資10元左右 這樣你過了50年之後 其實你有400 4個million something like that 總之是一個超大的回報 如果你比較普通指數基金 說的是每年最多只有10% 或者是就算你這個股市都是10%左右 即是欠耗遠19% 然後他就解釋為什麼這些股票可以跑贏整個市 所以這本書也是很好的 就是想深入了解購買什麼股票 研究分析的人 然後我就想建議你打好基礎之後 想了解多些怎樣去分析財務報表 那我就覺得由錢入心就可以看這個 Merry Buffer 即是巴菲特的息符 但是後來他離婚了 那他就有本書叫做 Wall Buff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 那這本書就簡單講到什麼是 什麼是利益 還有再加上講到 巴菲特他怎樣去看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是一本 一來既有深入也都淺出的一本書 除了入門之外也可以去深入的 那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但是對於他說的那樣東西都蠻inspired的 例如我講一樣 例如他講到這個 怎樣去看這個Goodview Goodview通常來講就是一個asset 但是他就不停來製造這個expense 即是如果他的股值低了 那就是expense 所以很多時候我就 尤其是金融風暴的時候 很多分析員走出來就說 你銀行計算的資產價值 應該就剩下Goodview 那如果剩下Goodview 就資不抵債了 那時候就聰明了 但是這個其實是 挖來了巴菲特說的一個分析 他說Goodview其實是看到 買那間公司的一個前景 它不是一些水份來的 他就說這個應該是add value 那所以他是贊成有Goodview 那這個挺特別的一個看法 那即是他當中 他有一去巴菲特獨特的一個看 財務報表的一個方法 那我覺得值得來推介給大家 那最後呢 我就會覺得 另一個比較好的一本雜誌 你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是香港人 那這個信報的月刊 那我覺得都會值得推介給大家 那他又是不是說 你買哪個股 那大家對於整個環球經濟 各方面的走勢 怎樣來去看 一些經濟的問題 那些我覺得都寫得很好 那每一次都有些專題訪問 甚至乎有些股董 或者是一些旅遊的 一些related to finance 他都會分享 那這裏 我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la Finance 下次繼續和大家分享其他項目 好嗎 好嗎 謝謝